美國公佈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 這個數字公佈出來是低於預期的 因為上個月消費者物價年增率是4.05% 原來預估6月份的CPI 應該會放緩到3.1% 不管是包括機期還是結構 美國物價放緩的現象都是比較明顯的 結果公佈出來的數據是2.97% 我們要觀察 因為第一個這個數字 是創下2021年3月以來新低 也就是美國消費者物價的年增率 是創下了27個月的新低 同時是消費者物價年增率 連續12個月的下滑 我們現在第一個觀察 就是機期有時候叫翹尾因素 因為現在對比的去年 正是物價水平最高的增幅時刻 美國這一波的通貨膨脹 或叫物價上漲週期 最高峰就是去年的6月 當時的年增率來到了9.05% 所以現在對比的機期非常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數據下滑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期因素 現在下一步要觀察 就是隨著從7月份開始 去年7月份開始 美國消費者物價的年增數 逐步的一個放緩 有沒有可能使得未來美國物價 出現一個反彈或維持在3%以上的水準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分析跟觀察到 因為畢竟目前美聯儲的物價目標是2% 物價穩定是第一重點的 第二個重點叫充分就業 目前美國的充分就業的基礎 自然失業率是5.5% 這個是充分就業 失業率只要不超過5.5% 我們都叫充分就業 物價只要低於2% 都叫做物價穩定 甚至叫做物價下跌 現在對比 第一個就是物價的年增率 還有1%的空間 另外美國的失業率先是3.6% 所以充分就業目前來講 是勞動市場過度的緊張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指標做掌握 這個要等一下在結論當中 來關注目前市場上 對於美聯儲繼續加息 跟維持高息的週期有多長密切相關 所以這兩個數字要做對比 今天我們先不管充分就業的問題 先管物價數據來做個掌握 所以這邊看到的是年增率 但我們看一下月增率 月增率就等於年增率的微分 等於月增率是年增率的領先指標 因為畢竟昨天晚上公布數據 是跟去年6月比較 這已經是很久一年以來的 一個物價的增幅 現在比較觀察的是月增率 月增率公布出來6月份 它公布出來的月增率是 正的0.18% 還是偏低 並不是很高 相對於5月份的0.12% 它出現了一些反彈 所以年增率大幅下滑 掉了一個百分點以上 可是月增率卻談了5成 從0.12%變成0.18% 中間的差異跟差別 能不能預測整個物價週期 在後半段出現的變化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對比過 1980年跟1981年 當時美聯儲主席Voker的經驗 曾經也在相同的背景 做出了相同的市場反應 可最後美聯儲的動作跟決策 卻出現了一個升息的回馬槍 而就是那個升息的回馬槍 讓整個市場的結構 跟政治格局出現了配變 就是我們看升息回馬槍 讓整個蘇聯經濟 直接走向破產之路 直接讓日本的金融出現了泡沫之路 所以這個動作回顧1980到1981年 會不會出現同樣的劇情 必須看結構 看內涵 看內核 所以我們要做觀察 從月真率觀察 0.18的月真率 就簡單暴力乘以12 因為每個月都叫前個月乘到0.18 乘以12個月 那就不出來未來的年真率 所以0.18乘以12個月 假如暴力一點 我們不看複合年真率 仍然是大於2%的 所以月真率除非能夠穩定在0.15以下 美國的貨幣緊縮週期 才能說渴望結束 所以我們用0.15 月真率0.15作為一個指標 這指標也不用看每個月了 就是看連續三個月的平均值 像過去這幾個月 沒有出現過連續三個月的移動平均值 是低於0.15的 所以目前美國的物價水平 可以想見 扣掉年真率的激起之後 這個物價水平仍然高於 美聯儲物價穩定2%的目標 好 那我們分析結構 從年真率的角度 但最大的向下拖累 就是能源項目 能源項目 這個年真率是大跌了16.74% 同時它佔有權重將近7% 所以也就是光是能源項目 就拖累 向下拖累1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以講 物價會從4.05掉到2.97 中間總共掉了1.08個百分點 其實光是能源 就貢獻了負的1.15個百分點 6月份跟5月份 消費者物價年真率少了1.08個百分點 光是能源就貢獻了負的1.15個百分點 所以把能源拔掉 把能源拿掉的話 其實美國的消費者物價年真率 可能還會維持在4%的水平 所以第一個能源項目 第二個我們要觀察 就是幾個耐久財的地方 二手車價格大跌 基本上也反映了 整個當時新冠疫情供應鏈中斷 所引發的價格大漲 尤其是進入暑假旺季之前 機票價格是大幅的重挫 這是令大家蠻意外的 所以除了能源大跌 是因為機器關係 二手車價格大跌 是因為展個二手車的價值 基本上是不符現實 最特別是航空機票的重挫 進入了旺季之後 美國的服務業的通脹 難道也要開始快速的放緩嗎 可是我們特別提醒大家做觀察 因為在這一次向下項目 還有一個很特別叫做健康照護服務 就是醫療的成本 是出現了負增長動作 這是非常奇葩的事情 在美國看病 你能想像它變便宜了嗎 為什麼會變便宜 這跟直觀反應是不一樣的 美國看病 全世界看病都是越來越貴 但美國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在美國看病 出現了近10多年以來 首次的跌價 好 從月增率就會出現 截然不同的景象 包括像二手車價格 它是出現了負增長 負的0.5% 速度降得很快 航空機票是出現了崩跌 單月跌幅就將近一成了 整個航班的開出速度 現在從美國國內角度 嚴重的供過於求 機票海嘯已經快要席捲到來的 我們之前看到 以台灣的航空公司 以大陸航空公司看到 過去第一季第二季財報都有預期 可是整個機票海嘯 正在從整個美國跟大西洋端 正在發生 就是機票的嚴重供過於求 目前已經開始有一個海嘯浪潮 所以拖累物價 福類是機票的供給過剩 在三米類是二手車的供給過剩 這兩個是往下拉動 美國物價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我們要分析 畢竟月增率是從0.12%爬升到0.18% 跟年增率恰恰相反的 是整個能源的價格 叫五月份出現了正向的成長 所以從年增率跟月增率的角度 出現了相當大的差別 也就是在整個月增率 為什麼是反彈 而年增率是大跌 關鍵就在能源的項目 我們進步角開始往下做分析 從年增率跟月增率共向 就分成不太一樣 當然現在核心貢獻最大的 就是看到像住宅 仍然是一個最大頭 因為住宅的機期相對比較緩慢 所以從年增率角度跟月增角度 仍然是正貢獻 可是從年增率跟月增角度 當中最大差別 就是我們看到機票 這個機票從正增長 變成一個負增長 它的權值很低 可是跌幅很大 另外美國的汽車保險也在下跌 它呼應的是美國的二手車的價格 那年增率最特別的是健康保險 就是醫療成本 出現了一個連續兩個月的負增長情況 因為一個老年化的經濟體 一個社會服務率越來越多的經濟體 怎麼可能看病的成本 看病的單位價格 出現了不增反減不漲反跌的狀況 我們就開始做分析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房價的高峰 陳盧鮑爾去年第四季提到 應該在第二季見到高點 所以目前房價 就算美國出現了房價反彈 可是因為機期的關係 未來在提供更強增速的可能性 正在變低 它提供每個月2.7%的增速 其他價格不漲不跌 光是房地產的房子住房 十一住型 光是住的成本 就貢獻了超過2%的貢獻 所以目前的租金通脹 或是住的通脹正在放緩 但仍然是整個美國物價 持續上漲一個中流砥柱 但我們關注的是幾個比較重要 第一個看物價下跌 帶來什麼的發展 就是二手車價格出現了嚴重的重挫 過去二手車的價格泡沫 包括汽車市場價格泡沫 在這邊正式宣告破滅 再加上美國汽車的信貸利率 現在已經來到了7.81% 汽車信貸利率高到離譜 甚至高過了理論的折舊值 也就是豬不如買 可是豬也貴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美國的汽車價格 在那麼高的信貸利率之下 它是難以為繼的 所以未來這個是一個汽車 就跟機票的一個海嘯一樣 當然可能帶給全球市場 帶了極大壓力 而從中國市場 你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汽車的產能過剩 尤其這個產業的供給彈性 非常的糟糕 也就是價格的下跌 它沒辦法快速的減產 價格的上漲 也很難及時的增產 就是供給的價格彈性很低 這是汽車產業的特性 所以目前觀察 第一個美國商品經濟 來自於我們全球投資範圍 這個汽車過剩的海嘯 已經開始做醞釀了 好另外我們看一下 比較強勢的變化 就從美國的汽油期貨 再看到美國CPI年增率 能源汽油項目的變化 光是能源類 就貢獻整個消費者物價 放緩的所有的證據 這個圖是我們從 把汽油的期貨價格 跟CPI年增率 其中跟汽油年增率的分項 來進入高度的連結 你就會看到 他們非常的明顯了 我會看到 他在這裏面的 是否則是有效 這裏面的 有效的 是否則是有效 在這裏面的 在這裏面的 這裏面的 這裏面的 有效 貨物 是有效 這裏面的 是有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